一個牛皮的凌格袋 非常有氣質的 這個是有兩個帶位的 這個是短的 也可以上薄的 短的也可以上薄的 另外一個長的 也是上薄和斜背的效果 這個是不能分拆的 就是這樣連起來的 如果你不想多一條出來的時候 你就把它收在裡面 剛才我先把長的那條收進去 這個鏈子非常輕 它是附帶的 皮在裡面 鏈子是啞身的 抱歉 帶一點光面的古銅色 袋子是啞身的 抱歉 袋子是啞身的 啞身的 啞身的效果 這個也是牛皮 是凌格的模型 是一個斜咳的效果 這個也是一個款 它是一個多了出來的 新鮮 這個款式是這樣的 這個就好像做一個索袋 即是一些toe bag 或者一些麻雜袋 有一個索繩的效果 這個是做一個概念 藍本帶就不能夠索的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短的那條帶 也是足夠可以上薄的 這個它是一個餃子 即是摺口 好像一個索袋 那樣的款式 但它是不能夠移動的 即是它不能夠調節的 這個有一個 我叫什麼 電話袋位 還有一個拉鏈袋位 是的 它有拉鏈 還有有電話袋位 這樣也是深的 即是你正常放到一部電話 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這個袋子有利報 對 給大家看看 對 這個袋口是有點小的 不過如果你說正常的電話 銀包也是沒有問題的 對 因為我現在這樣鬆 好像很窄 但其實也是足夠的空間 對 足夠的空間 擺到電話 即是放進去 都是治癒的 那另外有理報 對 那這個它有攝石 有攝石的攝口位 那整個袋子都是瓦身的牛皮 對 對 那就比較 優雅一點 有氣質一點 它還未去到很grain的那種 但是 凌甲的pattern 加上牛皮的質地 已經是有那種魅力在這裏 那這個 就 兩條袋的款式 就沒有得更改的 各個 鏈身都是輕的 就不需要擔心 那它左右兩邊 就好像我剛才說 做一個索袋的 藍本 對 但不能夠動動的 它已經是就摺了 做回摺口的狀態 對 這個就維持了 那你可以做回牆的 style 或者做回這樣 對 那這個斜背 我覺得這樣的位置也很適合 因為加上它這個袋型 是很適合這樣 做回一個 隨意一點的 嗯 就是 狀態 是吧 隨意一點的效果 那如果你真的喜歡 lady一點的 那當然是這樣 這個挺驚喜的 有時候短的袋 呢 未必是給你上薄的 通常都是給你手拿 這樣 這個是足夠的 挺好的 就好像我現在這個套款 你看到都是 夾起來很寬鬆 你看到都沒有卡住 這樣 很好 我覺得短的效果都很漂亮 不過 就是 要挑剔的就是不能拆 不過 它選擇的那種 質料 是輕身 那就 很OK 對 這樣就很OK 因為如果這個重就負擔大一點 這個很輕身就沒什麼所謂 而且 如果這句 懶得就懶 這樣可以做回一個style 對 這樣的一個絲條 它們雅身得來也有一點點亮亮的 當然不是光面亮 雅身的亮 對 雅身的亮色 反光面 對 都是這句全牛皮來的 對 鬆蠻這樣 都軟身的 對 呢 唐 詞